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區率背景這個技術在影片上能不能做呢 答案是可以的,在Blender裡面就可以做 我們只要在Image 這個Node裡面選擇Source 接下來設定起始的影格 每一次要跳多少影格要設在Offset裡面 在動畫裡面每次跳多少影格 接下來這一個Frames請注意是 到底要跑多少個影格 千萬不能填一,填一的話就變靜態 所以在這邊我要跑100個影格,所以我填100 輸出的一樣,要去綠背景 我用Channel Key去去,然後用Color Speed去去除 綠色的泛光,避免有殘留 然後再把這一個背景圖拿進來合成 合成完的結果,把它輸出到Composite 最後呢,這個輸出的結果 我們如果按F12的時候呢 它會輸出一張 但是呢,當我們開始按Animation的時候 它就會輸出完整的背景圖 按整個影片 這個輸出的結果呢 我們可以看到應該像這個樣子 但是呢,我們沒有看到完整的結果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我已經跑出來的結果 還是這個影片沒有 已經有合成了 但是在剛剛的播放器裡面播放不出來 再看一遍,是這個樣子 有一點怪怪的地方是 它的影片最後有點隔狀模糊 這應該是壓縮的結果 所以或許我們設成不要壓縮就可以了 來試試看 謝謝大家